我一直都是市长眼中的乖孩子 念的不是自己想念的科系 过的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还能支撑多久 我快要觉得连上学都受不了了 为什么我要被强迫来读这个科系 每一堂课 每一小时 都令我痛苦难熬 除了令我痛苦的课之外 还有 那校园里成双成对的人 因为他们就像是在提醒着我的孤单 我的空虚 看着别人幸福甜蜜 而那一切 却与我无关 哪里会有一双温暖的手 给我希望 给我力量 注定了我的快乐悲伤 只能我自己承担吗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吗 就像这一座随时会倾倒的沙堡 没有目标的未来 没有人爱的我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 我需要发泄 需要呐喊 我需要把我心中的郁闷 通通发泄出来 我需要把我心中的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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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像這根木漂流到遠方